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包你相亲一次通过 你要是过了 这钱我留下 要是不过 这钱我给你退回去 我想想啊 不对 你这事不对啊 怎么呢 你可这你干赚不赔啊 那我相亲我为啥给你钱呢 你这警惕性还假装挺高呢 可是热线会员沈阳的小礼就没这么多心眼了 唱言道有钱花在刀刃上 今儿个说的就是花钱的事 热线会员小礼为了找工作花了七万五 去年报考的 报考社区然后花钱说能办 然后现在呢就是一年了没班上 然后那个钱现在退不出来 想找稳定工作 机会不能错过 眼看报名人多 怎样才有把握 我看沈阳市报考的人特别多 都是这个 都是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去年七月份 小礼看到沈阳市铁西区招路社区工作者 报完名之后 小礼觉得自己都三十多岁了 学习能力又一般 大概率考不上了 但又十分渴望这份工作 咋整呢 就在这时 有人给他支招了 正好通过朋友发朋友圈 看到说社区报告 然后就跟他问了一下 然后感觉还 他说的非常保靠 就是肯定他有吸引你的地方 小礼说 这条朋友圈发的很隐晦 就是全程护航 小礼觉得这是懂的人自然懂 于是就联系了朋友 朋友给他引荐了一位姓侯的老师 仨人在沈阳市沈北新区见了面 就是人肯定有方法让你通过 然后但是这个有费用的 说一道费用 看他们协议 就看包括费用 不包括退费 就这个 当然了 这个费用肯定也是很高的 过了收费 不过退费 小礼一听觉得 终 于是这钱分两笔 转账给了侯老师 七万五 因为当时问别人家 别人家还有十二万的 小礼得到了一张三连锯 盖章单位叫沈阳盛亲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还有一份三页的人才定制培养服务合同 培训费七万五千块钱 甲方保证小礼通过沈阳市社区委员会 在沈阳地区从事社区工作者工作的应聘 合同性质为值签合同 去年七月三号签订的合同 七月十号就考试了 比试他们肯定早也是走过去 发了点那个考前材料 他领你们上过课什么的吗 没有没有 就给你发了一个材料 对 后来考试的时候跟材料里边一样吗 不一样 有一样的体验 没有 这些记者查询发现 去年史阳市铁西区公开招录社区工作者的公告里 明确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 不举办 也不委托任何机构 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那公告底下最后不有一行吗 上面写的是 本次考试没有委托任何 是的是的 你当时看了吗 我当时看了 但是还认为会 因为他 因为打电话咨询人 他就肯定说没问题 我们肯定 肯定能顾 肯定能办顾 因为肯定咱只要交钱 他说拿钱办事 去年七月中旬 小李的鄙视成绩出来了 很遗憾 他没能进面试 看到成绩就给代班人打电话 我说没过 他说等着等着放心 肯定没问题 我这边给你找人 鄙视给你整上去 然后就是 然后就面试了 我说就面试了 他说没事你放心吧 然后咱们就等补录了 一个月挣多钱 那就花七万五啊 那能挣回来吗 人到三十多 想有份稳定工作 那你得把精力 用在备考上 你说拿钱办事 捏底分是啥事吧 你拿钱找代价行 人家开着你车 安全得把你送回家 你拿钱改成绩 那这事你说谁能办呢 说实话 这样的宣传吧 那葛朋友圈 我也看见过 咱这一说 那是不是不少老铁都叫的 哎 眼熟啊 在这短视频平台上也有 说的都可隐晦了 什么话术啊 都这样是的 就是说 懂得来 哎 一对一保你 谁信谁上当 你看到没 那最后咋样呢 这七万五能要回来不啊 一补录就补录了好几个月 每次打电话都说 没问题没问题 放心吧 肯定冷酷啊 从去年七月中旬 小李没进面试开始 他就一直在找那位 沈阳盛亲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的侯老师 人家始终拍胸脯保证 这事啊 还有机会 等补录 上个月的补录期 就是十月份 十月份 十月份过了 他说啊 现在不行 现在那个 他们上岗以后 有辞职的 或者啊 得从控补录 还得等两个月 就等两个月 不就年底了吗 说年底还能上吧 他说 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就每次都这么说啊 去年七月份考试 十月份补录结束 又说等有人辞职的 一次又一次 没能兑现承诺 小李是彻底慌了 然后就发现 肯定不太靠谱 然后就是年后 就让他办理退款了 今年二月份 小李的耐心也没有了 彻底撕破了脸 一番软磨硬泡之后 对方给他退回来 一万块钱 三月末 退了一笔 一万 然后剩下的六万五呢 说是 前两天说要退 然后也没有退 可从四月份开始 小李想联系这位侯老师 可就难了 喂 您好 我是机组的智能助理 您找他有什么事 我帮您转达 你现在每次给这个侯老师 打电话都是这样吗 对 都不接 微信呢 微信偶尔回一次 他说什么 有的话 我早就给你转了 这两天 穿穿 穿一穿的钱 对 你跟他商量是说 你想让他给你转一半 是不 暂时 对 能要点试点 不是 你可这一拖再拖 这钱是能拖黄是咋的呀 眼下这小李也彻底醒了 还办啥社区工作者呀 不办了 一门心子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就行 还差六万五呢 那问题是 小李联系不上这位侯老师 到底啥情况呀 热线记者准备和小李 一起找找收据上盖锤的这家公司 沈阳盛亲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热线记者查询看到 这家沈阳盛亲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登记的住所在沈阳市铁西区建设西路5号 5月3号上午 当大家找到这间鞋子间的时候 人家门设挂的牌子 竟然是山东某企业的沈阳办事处 敲门始终屋里也没人应答 那么小李给侯老师打电话 人家不接听 记者打的话会是个什么情况呢 您好 您好是那个侯敬如侯老师吗 对你先把那名报上 然后你先加一下我这号微信 然后呢我去哪找您 是市府那边 市府广场那边 对那边有可能跟那个沈队那块 到处定没 看到这小李是彻底明白了 这位侯老师他不是忙 是在有意的躲着他呢 这考不上 你的这好几万块钱吧 人家也能白用一年 你说的是小李自己 这要是人多点呢 大伙都算过这笔账吗 好好学习 那指定是不能着他们的道 热线记者调查的时候发现 很多人力资源公司 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在变相地宣传自己的业务 热线记者随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搜索沈阳社区工作 就会出现很多讲解的视频 有的是真人 有的是图文 内容大多都跟招录公告一样 不细看没啥问题 但只要留言 话锋立马转变 有偿 对 多少钱 私信 怎么去 私信你 很显然 这样的服务是有偿的 一份细节立马转成私聊 当然也有明眼人 一看就知道咋回事 直接留言 不是花钱值不值得的事 而是这根本就是个骗局 站在考生的角度 花十万整个工作 成了 值 没成 也没损失 而中介就是抓住考生这个心理 提出给十万保过 不过的话 全额退费 完全没有成本 实则 什么也不需要做 面对这样云里雾里的说法 律师可要提醒您 千万别以为 花钱就能办这事 那这种保过有可能变成保骗的一种形式 它可能会虚构一些事实 隐瞒了一些真相 就是要骗局你的财务 那我们如果要遇到这种需要考试的这种工作的话 那我们尽可能的就是多看书 多学习 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相关的工作岗位的考试 而不是通过这种一些公司的介绍 然后从中变相收取好处费 人情费 这种形式 避免自己会找到相关的欺骗吧 忽悠 接着忽悠 我看不少网友 还用真实的这个精力 在有些视频号下面留言呢 说自己亲戚花了十五万都没办成呢 这要是能办成就怪了 要我看 就这事吧 就像算命 两头堵 你考上了 人家自然而然把钱给挣了 你还以为是靠着他帮忙的呢 实际上就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你要是没考上 想退钱是吧 等吧 你就算算 你是十多万 要是十个人 那可就是上百万了 就这老些钱 你在人家手里 一年半载的 你都不用投资 就买理财都白正 对了 所以说各位啊 咱都醒醒 在考试这条道上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咱就稳稳当当的 看官网信息 你保准不上当 更不会上火